这两年又是新一波的就业难和失业潮 虽然没有任何的官方敢于承认 但是现实带给普通百姓的就业压力 却实实在在暴露在网络和现实上 当下严峻的就业环境该如何去抉择自己的工作 或者说跳出工作选择新的赚钱机会呢 这不是新中国的第一次失业潮 最近的一次就是国企改革的下岗潮 1998年到2003年 每年都有800万左右拿着国企铁饭碗的工人下岗 到了2003年 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有2800万人之多 另外当时的集体所有的企业也有1000多万人下岗 当时在社会上瞬间新增失业人群3800多万 而当时城镇的总劳动力大概也就2.5亿 失业率呢有15% 当然官方数据的失业率也就4.3% 失业率呢是非常非常低的 毕竟每周工作一小时就不算失业了 还有你失业了没有工作意愿也不算失业 至于什么叫做没有工作意愿 这谁说得清 反正又没啥准确的标准 当时失业潮的爆发来自于改革开放后 外企和民企与国企一起去抢占市场 而国企呢由于计划经济的存在 很难打得过外企和民企 再加上92年开始国企改制 很多工厂的厂长都开始动起歪心思 故意要把工厂做亏损 好让自己呢能把国企资源呢吞到自己的名下 到了1998年 当时有55%的国企亏损 总体国企的利润居然是负72亿元 大家看看当地现在的龙头企业 哪个不是当时的国企 国企不是没能力赚钱 而是厂长想要赚大钱 当时这3800万的失业人口 最终靠着01年加入WTO 不断发展市场经济呢 鼓励民企吸收就业 加大外贸出口 消化掉了失业人群 21世纪中国庞大的劳动人口呢 主要也是靠着外贸来解决中国的就业压力的 当时的东北地区呢 由于没有出海口 很难开展外贸行业 连下岗长都已经过去20年了 但东北人在东北地区的上升渠道 到现在也没有打开过 事实上中国在国企改制前 其实还爆发过一次失业潮 就是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 1500万的知识青年也开始返程就业 当时呢 加上城镇本身的待业人员500万人 待业的劳动力超过了2000万 而当时的城镇劳动力呢 大概有1.15亿 失业率呢 更是高达17% 当时的领导人提出 用三扇门解决就业的战略构想 以上呢 是国企大门 国企一方面扩大招工 另一方面呢 中老年人提前内推 让子女来接班 另外两扇大门 则是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解决就业问题 其实就是改革开放的原动力 中国前两次的失业潮 第一次呢 是通过经济改制 提高经济活力 加速经济内循环 消化了失业人群 第二次呢 则是通过加入WTO 将中国的劳动力剩余呢 输出给的世界 也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 解决了失业人群 中国这次的失业危机 来自于中国用30年的时间 走完了发达国家 百年以上的进程 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便是通过高杠杆来投掷潜力 当年日本呢 也是用30年的时间 走完了发达国家 百年的进程 然后就停止住了 中国这次的失业危机呢 除了本身掏空自己之外呢 再加上中美摩擦 疫情黑天鹅 导致全世界的经济都下线 各种负面的办法呢 是叠满了 失业危机下呢 这次的失业人群 该如何走出自己的失业危机 对于年轻的失业人群来说 哦不对 应该叫做未就业人群 目前网络上比较热门的 有三大趋下 考工大厂润 考工呢 优先级从公务员到 编制到国家 其实这条路没啥前途 尤其针对能够考上公务员的人 能够考上公务员的人 也能勉强算一句 人中龙凤了吧 中国未来就两种情况 一种是中国国际政治地位大声 三到五年呢 中国的经济危机呢 转嫁给了其他国家 中国呢 摆脱了经济危机 经济进入了下一轮的 飞速增长期 那身为公务员的你 你会发现 当初跟你同等水平的同学 在私企混得风生水起 而你会觉得无聊到死 且生活没有啥叛透 体制内呢 是相当无聊的 可以说从你一开始 二岁就能忘记 自己未来六岁的样子 能够一眼望穿自己的人生 其实考工呢 也不过是一三年才开始的 不就是大学生 在市场找不到好的工作 才开始考工求稳的吗 说的难听点 这些考工的人中龙凤 都是市场经济下的白兵 第二种情况呢 是中国经济 重复日本失落了三十年 那对于现在考上 公务员的人来说 准时发薪是幸运 偶尔拖欠是常态 一年两年不发薪 也不是不可能 尤其对于一些小的县城来说 中国过去地方 可以通过大量的土地财政 来获取巨额的收入 但现在这笔收入没了 那很多工资之外的福利 都会慢慢的被剥离 其实如果真的是纯工资的话 公务员的工资水平 真的是跟工人差不多的 而对于能够考上 公务员的人中龙凤来说 我个人觉得是可惜的 当然从求稳的角度出发 净体制没有错 只不过这也只是 少数优秀人才才有的选择机会 毕竟录取率就1%到5% 千军万马过多目条 那还有就是进入大厂 我觉得进入大厂 是在考工大厂 润三条路中最好的选择 中国的经济目前是差 但那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大厂 还是在自由市场里 有很强的竞争力的 虽然这两年大厂 也是裁员不断 但相比于其他的小公司来说 裁员比例也是小了很多 如果放在10年前 我肯定是不建议进大厂的 毕竟当初小公司创业团队 一年估值过 千万三年准备上市的 数不胜数 奋斗三年退休一辈子 那现在还是乖乖去大厂学习 行业内最顶尖的基础 能够稳住个十年 再看看十年后的中国经济环境 至于论 如果你只是所谓的出国留学 深造拖延进入就业市场 那毫无必要 而继续读研的也一样 你不用想着拖着两三年之后 中国的就业危机就没有了 中国这次的就业危机 相比于中国前两次的就业危机的 根本上不同时 中国所有能够拉动就业的手段 都失灵了 或者说不能用了 投资消费出口三架码 全部失灵 中国这次想要快速走出失业危机 要么靠技术革命 抢占世界科技的制高点 靠剥削其他的国家人民 来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要么靠局部战争 提高中国的政治地位 通过政治转嫁中国的经济危机 这两种都可以 但都不是短期之内能够实现的 所以尽早就业 在职场厮杀才是王道 至于想认出去工作或者创业的 小白就不用想了 欧美经济其实也不咋的 过去中国人到欧美打工创业 也是实不存疑 现在过去更是死的不能再死 除非有亲戚带 不然欧美跟中国一样没啥区别 甚至更惨 如果有亲戚在非洲创业 倒是可以尝试让亲戚带过去 非洲应该是下个20年经济增长地 虽然需要冒点生命风险 不过风险和收益永远都是并存的 以上三种就业情况 前两种只适合学习好的 后一种只适合有关系的 对于普通的代就业青年该怎么办 官方失业率5% 现实失业多少 那我们不知道 你们自己生活在现实社会里最清楚 网络上有条比较热门的评论 以前我觉得法国特别拉垮 天天搞游行天天闹 今天嫌弃工作时间多了 明天又嫌弃假期少了 后来我的看法变了 因为我开始找工作了 现在的中国如果类比日本的话 算是日本的就业冰河时期 见过中国的辉煌 但现在却很难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像2023年的毕业生 居然还在跟2020年21年22年的毕业生争抢工作 本来应届毕业生以为只是跟自己的同学抢工作而已 没想到今天出来 师哥师姐们还在待业 跟你一起抢工作 我有个大学老师的朋友 周末去坐邮轮 看见邮轮上的讲解员说的很好 居然就跟邮轮负责任聊自己带着波音班的就业问题 波音的现在原来得去干游泉讲解员似的吧 现在各种大学的毕业生只要是能就业的岗位 大学老师都是千方百计让大学人去干 扫地倒垃圾的活 大学生居然也开始抢一波了 中国现在的就业环境就是抛弃幻想准备斗争 以前的大学生进宫是内卷求掌心 现在是内卷保工作 在现实中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 都只是一个普通家庭 普通学历 普通智商的平凡人 我们都只是这个社会基础运转的零件 或者说的难听点叫做牛马 80%的牛马会选择低头热命 我认社会大黄金不好 我能当个零件的当零件 实在不行没工作 啃老也能啃个几十年 大不了后面孤独的默默死去嘛 但依然有20%的牛马 渴望有所成功 渴望逆天赶命 那我是从来不否决社会的阶级是可以流动的 没有绝对的阶级固化 世人皆可逆天赶命 也许每个年代的难度不同 但是朱元璋开局一个碗都可以 你总比朱元璋的开局好太多了 人生也没有一夜翻盘 那终身的学习实践总结 风来了你就能起飞了 那顺便说一句 对于普通人来说 技术港的未来难领 在中国会很吃香 谢谢大家